哈喽大家好,我是小莫,初次见面请多关照 今天小莫和大家看一部1962年拍摄的孙悟空三大白骨精 该版本为少剧形式,由六小灵童的父亲六灵童主演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一部60年代拍摄的影片 该片的不仅和特效还是很良心的 影片一开始,试图四人来到了白狐林 这里崇山峻林,看起来凶险异常 并经悟空告诉师傅,前方有一大批妖气 估计贸人情形会有危险 于是,悟空便让八戒前去担谈鹿 但八戒一向偷懒耍滑,所以便来到一个树下睡着了 事后的担心会被师傅责怪,便提前想好了谎话 只是没有想到这一切都被隐身的悟空看了个正着 所以当八戒回来后,还没来得及开口,就被悟空给拆穿了 此时,唐僧见天岁已晚,便让悟空去找些吃的来 悟空担心他走后会有妖怪前来 便用金箍棒画了一个圈,随后嘱咐了几句便离开了 另一边,白骨洞的白骨精躲着唐僧的下落后 便化作了一个妙龄少女来陪唐僧等人离开圈子 还要此时,悟空骑士赶到识破了他的间计 然后掏出金箍棒,一棒将其化身打死了 随后悟空连忙追上前去,打算将其真身打散 不过,白骨精却用了一招金蝉脱鞘逃走了 等到悟空返回时,发现白骨精化作了少女的母亲的诱骗唐僧 没有丝毫犹豫,悟空又是一棒子将其打死 唐僧尽撞,立刻训斥悟空愣杀无辜 悟空告诉唐僧,这里没有人烟,并无人家 所以这都是妖怪变的 但很显然,唐僧并不相信悟空的话 他只是告诫悟空,以后切不可再杀生了 这边白骨精两次见地失败后还不死心 又将自己变成了少女的父亲来找唐僧 这次觉得悟空要出手的时候,唐僧念起了紧箍咒 但尽管如此,悟空还是金,是将白骨精打下了山崖 之后白骨精飞上天,冒充佛祖的名义扔了一张处罚令 唐僧迂父,竟真的以为是佛祖在责怪自己 于是态度僵硬的将悟空赶回了花果山 悟空临行前告诉八戒,如果以后遇到打不过的妖怪 就提起他的名号,随后便无奈的飞走了 这边悟空刚走,白骨精一用剂将唐僧和沙僧抓住了 只有八戒侥幸逃了出来 八戒自知不是妖怪的对手,便当花果山将大师兄请了回来 悟空在回来的路上看到了白骨精的干娘金蝉大仙 原来白骨精邀请了他和自己一起享用唐僧肉 悟空见状,一棒打死了金蝉大仙 随后将自己变成了这个老妖的模样,前去敷衍 来到白骨洞后,悟空使用迹象法 让白骨精自己说出了真相 看着白骨精再次变成少女一家人 唐僧自责不已 他痛恨自己不该人要不分,将悟空赶走 悟空经济的目的大床就变回了真身和白骨精打了起来 一阵打斗后,白骨精搬下阵来 后来悟空又三倍真火,将白骨精烧得灰飞烟灭 电影至此结束 这部影片从红极一时 当时上映后就发行到了72个国家和地区 剧中的主要角色都是由当时的明觉扮演的 另外在这部剧中,猪八戒的形象是一只黑猪 但是因为此前我们养的都是本土的黑猪 后来才从国外引进了养殖成本更低的白猪 因此后来各般的西游记中,猪八戒就变成白猪了 本篇是红羊我国传统文化的精进作品 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去看一下哦 好啦,这期就到这了 如果你喜欢我就关注我吧 咱们下期见啦,拜拜 拜拜